目前在鏡頭內的是陸方及火方的搜集船隻 今天3月14號的清晨6點02分 我們海巡署接貨國書中心的通報 一艘大陸級漁船明農雨61222號 在清晨3點35分 於金門東定島西南方1.07里處沉沒 船上有5名船員待救 本署立即成立應變中心 指揮金馬鵬分署 金門巡防區以及海巡隊派遣4艘巡防艇前往救援 巡防艇到達現場後確認 遇險人員一共有6人 目前雙方搜救單位以及東定島駐軍共同努力下 已經救起了4人 其中2名生還2名無生命跡象 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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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旅行